耶稣的门徒安德烈 安德烈是希腊名字 意思是男人 或有男人气魄的 男子汉 大能子 得胜子 干强 干义的 安德烈是西门彼得的弟弟 他们生长在加利利东北边 一个小城叫伯塞大 他们和父亲都是渔夫 从福音书提供的资料 我们总结安德烈八个特点 以下我们以思想 第一 安德烈是耶稣最早的门徒之一 他原是跟随施洗约翰的 他认同施洗约翰所传讲的悔改信息 他认同施洗约翰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 他帮助为认罪悔改的人施洗 但耶稣公开讲道的时候 施洗约翰看见耶稣行走就说 看啊 神的羔羊 安德烈听到施洗约翰这句话 和另一个年轻人就跟从了耶稣 我们做仔细查考前三卷福音书 安德烈和西门的名字总是首先出现 在约翰福音里 安德烈和约翰首先出现 在十个使徒的名单中 安德烈的名总是紧随在西门的后面 第二 安德烈是第一个发现耶稣是弥赛亚 并传扬耶稣的人 约翰福音第一章说 安德烈因听见施洗约翰的推荐 而跟从了耶稣 耶稣看见安德烈和另一个年轻人 跟着他就问 你们要什么 他们说 夫子 你在哪里住 耶稣说 你们来看吧 他们就去看耶稣所住的地方 并且与耶稣同住了一天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耶稣在这一天与安德烈说了什么 但安德烈认识了耶稣之后 就去告诉哥哥西门说 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安德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发现耶稣是弥赛亚 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至于他如何确定 耶稣是弥赛亚 圣经没有解释 我想安德烈至少 对弥赛亚的预言深感兴趣 并且仔细学习思想 主耶稣也必定向安德烈 显出一些证据 就像他指着 撒玛利亚父人的罪 把父人述来所做的事 都说出来 使父人惊讶 并得出结论 莫非这就是基督 第三 安德烈是一个果断的人 马太福音第四章 和马可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 安德烈成为耶稣的门徒以后 还继续捕鱼的工作 但有一天 耶稣来加利利海边 到安德烈和哥哥西门打鱼的地方 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安德烈听见耶稣这句话 毫不犹豫地 立刻使了鱼网跟随了耶稣 换言之 安德烈放弃所从事的事业 加注了耶稣传道的行列 走上信心的征途 安德烈这个决定和行动 说明他是一个做事果断的人 第四 安德烈是一个门耶稣应许的人 耶稣说 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 纵观四福音 耶稣只将这应许赐给安德烈和西门彼得两个人 耶稣这一应许 改变了安德烈人生的事业 以前 安德烈往返在加利利的海上 有鱼的地方他下碗捕鱼 但从今以后 他要到处奔跑 到有人的地方开口讲道 人一听见他说的话 就被吸引归向神 就像渔夫 向海面撒网 圈住许多的鱼 啊 耶稣给安德烈的应许 真是美好 第五 安德烈常引人归主 福音书记载安德烈带领三个人到耶稣的跟前来 第一个被带到耶稣跟前的 是安德烈的哥哥西门彼得 圣经说 安德烈成为耶稣的门徒以后 就去找自己的哥哥西门 对他说 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就把西门带到耶稣的跟前 耶稣见到西门 看着他说 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要称为彼得 第二 在耶稣喂饱五千成的神迹之前 耶稣的门徒说 你们给百姓食物吃吧 门徒听了耶稣的话无所适从 只有安德烈穿梭在人群当中 直到找着一个孩子 有五个麦饼和两条鸢鱼 安德烈把这孩子带来见耶稣说 在这里有一个孩童 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 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 耶稣接过那孩子的五饼二鱼 注谢 剥开 喂饱了五千男人 妇女和老幼不算在内 第三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记载 有几个希腊人上耶路撒冷过节 他们对菲利说 先生 我们愿意见耶稣 菲利带他们去见安德烈 安德烈就把他们带到耶稣跟前 这件事很有意义 因为在此 我们看到安德烈 没有种族的优越感 他没有轻视外邦人 却愿意外邦人听见福音 得着救恩的好处 弟兄姐妹 以上三个例子让我们看到 安德烈总是抓住机会 把人带到耶稣跟前 这些被带到耶稣跟前的人 都是平凡的人 但因为正是耶稣 就成为非凡的人物 这就是安德烈特殊的地方 他不能影响这些人 不能在这些人身上做什么 他只把这些人带到耶稣跟前 由耶稣接纳他们 改变他们 使用他们 他们也成为福音的一部分 第六 安德烈是一位谦卑有亮度的人 彼得跟从耶稣之后 他的名声比安德烈更显赫 众人的眼光和镜头 好像都转到彼得的身上 安德烈却从来没有介意 他不嫉妒彼得 他也没有埋怨耶稣 说主啊 我是你的第一个门徒 你却常常带着彼得 雅各 约翰三个人在身边 你把我忽略了 没有 他不喧哗 也不求宠 他总是在寻找一个 可以献上心意的机会 然后摆上自己的那一份 一期 安德烈关心世界末了要发生的事 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到八节告诉我们 耶稣在橄榄山上 对圣殿而坐 彼得 雅各 约翰 和安德烈 暗暗地问他说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 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 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将来有好些人 骂我的名来说 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不要惊慌 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地震 饥荒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第八 安德烈是耶稣忠诚的跟随旨 他虽然比西门彼得安静 但安静的他 却震动了世界 教会历史说 他一声传讲耶稣基督 最后他被钉在一个 X型的十字架上 还是向过路的人 传扬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 安德烈是一个名符其实的门徒 我们常常称赞彼得 为彼得感谢神 却忘记了安德烈 其实 没有安德烈就没有彼得 今天很多人 在后方默默无声工作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 但主知道 天使记录 神会报赏他们 愿我们效法安德烈 立志传福音 不可散志 到了时候 就必看见果孝 今天的信息 就分享到这里 我要一生 成谢耶和华 我要传扬 他奇妙作为 我要因他欢喜快乐 我要歌颂他生命 我要全心 仰望跟随 我要一生 静静跟随 我要全人 完全奉献 的歌预 我要一生 静静跟随 我要了一世风也和花 我要一生将它歌唱 因为主耶和花之高 草护我名之声 我要全心仰望跟随 我要一生将它吹 我要全人完全奉献 我要一生一世 静静跟随 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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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cken 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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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